大家好,欢迎光临功夫者,我是本期的朱甲宁教练 这节课的内容是武术平衡能力的教学 第一课一共分三个内容 那么武术平衡能力,无论是在套路还是在基本功 在实战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是锻炼和提高人体的平衡能力 第一项,双脚在一条直线 前脚脚跟后脚脚尖相对 手背身后 自己感觉就好像踩在独木桥上一样 在一条直线,双眼目视前方 两手背于身后 抬头挺胸收腹,目视正前方 大家可以从五秒钟开始逐渐验长 好,第二关 双手掐腰 头向上 眼睛目视上方 好,第三关 五指并拢 胳膊身平 掌立起来 眼睛轻轻闭拢 好 换个方向 第一关 背手 挺横 挺胸 背头挺胸收腹 两腿打直 两脚放在一条直线 眼睛目视正前方 第二关 双手下腰 背头 眼睛上看 目视上方 好 头放正 第三关 可别深屏 掌立起来 五指并拢 眼睛闭上 好 停 下面看一下 背向也是 好 双脚 这一条直线 第一关 手背身后 两腿打直 目视正前方 舌顶上额 气往下沉 食指抓地 好 第二关 双手下腰 头上台 眼睛目视上方 第三关 头放正 五指变楼 可别深屏 掌立起来 眼睛 疯狂 第三关 比较有难度 闭眼 就在急 掌握自己的平衡 好 肉 好 第一页课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了 三种静态 练习平衡的方法 本期的内容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